煩惱我呢? 播放東西 少看,聽而已 人們經常說,新聞也有賣 你也有看過的? 沒有的,沒有的 聽著跟我說,人家坐巴士都說 誰是誰是今天出名 創掌兇 你也沒看過 進去AV那些,沒有出街 沒有出街的 讓我老婆知道 你也沒看過,老婆不會生氣了 男人經常說 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手足? 看過有多手足 我的答案是 黃祖南 劉德華 對 我夢想是吧? 開餐廳做老闆 華哥和德哥都是新會人 年輕時已經認識 同樣出生在大陸農村家庭 和大部分人一樣 都有一個香港挖金夢 終於在九十年代 十四歲的華哥才踏足香港 兩人相隔一百一十公里 當年沒有WhatsApp 沒有Facebook 為了不失聯 靠的是一個電話亭 我剛來到那時 我住在紅磡 剛好在樓下就有個電話亭 我終於一次進去 有五元 說完算送 還沒說完 他就自己停了 十四歲才來香港 讀書跟不上 自然讀不成書 做過地盤、三行 洗過碗、倒過垃圾 我當時做樓園 那時七千五元 大陸應該是一千幾百 那時就很羨慕他 人工可以有這麼多 為了這七千幾元 德國日盼夜盼 終於讓他盼到一張單程證 但原來這七千幾元 一跌都不容易賺 剛才你出了報道 甚麼都不懂 那些下欄 基本上通坑渠 都是好做的 兄弟在走的這條路 正正就是以前自己走過的路 身為國內人 華哥自問 無事幫到手 唯有日陪夜陪 撐住 他走那條路 我就走過 我就告訴他 好實說 我們文化水平不高 難聽說 我自己都不懂多隻 拿筆 我們怎麼吃 我們一定是做粗創工夫 由低做起 過節之中一定會是辛苦 可能會被人點來點去 我自己可以把現在的辛苦 演變成將來自己的成功 經華哥介紹 德哥入了一間月式餐廳做學廚 熬了幾年 終於由倒垃圾通渠 熬到炸鑊 我說你給心機做 壞仔 你做到大廚 可能我們只剩下錢 不如大家去開餐廳做學老闆 就因為這句話 可以說是成就我今時之間 他們一個主內一個主外 不善言辭的德哥 可以專心留在廚房 對外的一切就交由華哥負責 不算大富大貴 但兩兄弟終於實現當年一句 不用再被人欺負 做一個好朋友 最基本就是不謹記保計價 無論錢方面 自己做多少 或者一些小事 在我人生的旅途上 非常榮幸 我覺得交到這個朋友來真的很好